第十八章 大肃清卷土重来 在1968年夏天到1969年秋天之间 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为共产党清理门户 用他们的权力肃清敌人 套用一句官方的说法是 敌方特务 叛徒内奸已经渗透到党所设立的所有单位里面 假意遵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将他们昔日的错误遮掩起来 这次运动要打击的是党员以往的叛党行为 整体而言 对于解放之前年龄还小的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当时都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荼毒 这些现在还只是学生的人 只不过是被送到乡下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但是 这些解放后才出生的人 在政治上到底是不是真的可靠 人们还是十分存疑 尤其是文革以来出现的派系斗争那么复杂 群众组织又多地让人眼花缭乱 肃清党内敌人的运动在1969年底 接近尾声 此时 又有一波新的运动开始了 这次是要揪出现在藏身于年轻人当中的敌人 北京当局宣称 出现了一个叫做516的反革命组织 这让人想起1966年的5月16日 毛主席发出了一项通知 揭发彭真把首都变成修正主义的大本营仪式 516通知是促使文革发动的党内文件 但是它在一年之后 也就是1967年5月17日才公诸于世 在此之前一直是机密文件 在原始的通知中 毛主席指出 除了彭真之外 还有其他修正主义分子正在受到我们信用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一些红卫兵把这句话解读成周恩来正要失事 于是开始出现了把周恩来总理打成反革命双重间谍的大字报 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江青更带头试着要揭发周恩来 毛主席插手保住了这位忠心的手下 几个月之后 8月上旬 对于总理的攻击再次遭到驳斥 并且展开了对516分子的猎屋行动 这些人现在被指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8月23日 火烧英国使馆之后 出现了一些详尽的行动纲领 巨细米仪地指出 各层面都存在有组织的阴谋 他们的地下党成员 也几乎渗透到政府和军队的每个部门里了 使得猎屋行动御行扩大 周恩来利用这次肃清的机会 打击了一些文革小组中他自己的政敌 打倒了几个江青的得力手下 包括鼓吹红卫兵到外交部夺权的王力 周恩来激紧地让姚登山 他在外交部里挑起事端 成了火烧使馆样的戴罪羔羊 姚登山被打为516集团的核心成员 另外还有几十个人因受到打击而下台 但是运动的高峰要到三年之后才出现 1970年1月24日 周恩来献身人民大会堂 要演说地下组织带来的危机 他解释道 516只是一个名字 背后是个复杂无比的秘密组织 里面既有国外的地、国主义、修、政主义、反、革命分子 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 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右派和坏分子 就在两个月之后 1970年3月27日又发出了一份通知 将搜查对象扩大到所有犯下左倾或右倾错误 有危党路线的人 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外交部里 有超过1000个人在1970年春天被揭发是516阴谋的支持者 占整个部门大概一半的职员 这样看来 似乎到处都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革命委员会利用这场阴谋来解决曾经在文革期间出言反抗的人 总共有上百万人受到牵连 在僧江许室友掌权的南京 100万名居民中就有27000人成为运动的目标 许室友非常憎恶造反派 因此用反革命的名义竭力迫害他们 他会亲自审问重要的遗犯 为了取得口供 还曾经掌管一名重要将领 南京大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教职员受到迫害 数百人遭到监禁 其中21人受迫害致死 南京林学院的每十位教师中 就有九人受害 曾经响应加入文革行列的人 现在的处境都很危险了 包括曾经到北京串联的学生 曾经批斗党干部的红卫兵 参加夺权的造反派 不过 最重要的 还是曾经反对过许室友的人 宋尔丽便是曾经反对过许室友的其中一人 他在文革的高峰期 还是个学生 曾经写过反对许室友的大字报 他的大学受到军方操控 而他毕业后被分派去的国家农场 也归军方管理 他被迫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自我批评 但是 在1970年初 他又被送往一个学习班 该学习班的目的是 为了查出五一六分子 也归军方管理 学习班不过是个监牢 军队里的长官 给了他一份长长的名单 里面全都是被怀疑谋反的老师和学生 一开始 我觉得这场运动非常奇怪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五一六集团 我告诉他们 我没有听过这件事 但更奇怪的是 我的同志 一个接着一个地招供了 每个招供的人 都要在整个学习班的群众大会上招一遍 最后 嫌疑犯的名单 包括了所有曾经公开发表反军方言论的人 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大逆转四的 连支持许世友的造反派最后也被指为叛徒 因为他们是造反派 军方不喜欢造反派 运动范围也不限于南京 整个江苏省都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并因此受到迫害 有一个说法是 和1957年百花齐放时被打为右派的人数比起来 这次的受害者是当时的20倍之多 当时流行一句俗语 五一六无处不在 亲戚朋友里都是 在无锡 刚开始有30位嫌疑人自白招任 最后扩大并牵连了至少11000人 这里跟其他的地方一样 被告都被迫要供出其他成员的名字 受了酷刑之后 他们便会招出自己捏造的嫌疑人名单 使得被告人数直线上升 甚至某些政府单位里所有的职员都被逮捕 江苏全省有超过25万人遭到运动所累 超过6000人在审问时受伤或实质被打死 有些遭到指控的人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牵连其他人 有一名女子把床单的一端绑在窗框上 另一端绕着自己的脖子跳出窗外自杀 但是即使她死了都还是被批评背叛了党 她的同僚则被迫参加批斗大会 一个接一个上台 承认是她引荐他们进入地下组织的 江苏的情势十分险恶 不过军方在其他一些省份还是有遇到反对势力 他们也利用这场运动来跟除敌人 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假想敌 广西的韦国清纵容军队对付造反派 使得无数人遭到追捕 在上海 任何反对过张春桥的人 现在都被关到牢里了 对于曾经在文革中站出来的人 这场运动称得上是对他们的最后一场迫害 我们很难得到确实的统计数据 不过全国的受害者人数可能高达350万人 在1969年11月12日 被驱逐出党的一个月之后 刘少奇在单独监禁的求是中死去 当时她已经虚弱地下不了床 但是没有人替她梳洗 更衣或如厕 她满身入窗 形容枯稿 头长发又脏又乱 她的双腿肌肉都萎缩了 但是看守的人 还是用约束带绑着她 防止她自杀 刘少奇在1967年遭到逮捕 此后就不断被拉到群众批斗会上 遭受殴打 她的糖尿病也无法得到医治 还罹患了肺炎 但是 直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都一直试着保她不死 毛主席让周恩来负责刘少奇一案 而周总理把这个旧日同僚 视为叛徒 内奸 公贼 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留得尸体火化以后 周恩来在一场小型宴会上 为自己圆满完成任务举杯庆贺 但是还有很多会危害到党的修正主义分子 和反革命分子 于是 周总理上书毛主席 指出 必须果断行事 才能对付一小撮 企图破坏国家战备的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也同意了 于是 中央委员会在1970年1月31日发出呼吁 要打击所有的反革命活动 所谓的反革命活动 几乎包含所有破坏性的活动 一周之后的2月5日 委员会再发出指令 表示所有贪污 投机和浪费 一律要断然清除 这个指令非常含糊 里面的用词 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也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 只要在计划经济以外 从在黑市上卖一颗蛋 到在食堂里用太多油 都可以构成犯罪 这两场运动 一直从由1970年2月 延续到11月 而且 时间大致上是重叠的 统称一打三反 这些共产党的话语 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目的 就是要不留余地 打击那些 无法被纳入 五一六阴谋的一般民众 上百万人的生活 因而遭到破坏 光是湖北 就有17万3千人 被指挥有嫌疑 并受到反革命活动的调查 另外 还有20万7千人 被指控独职 投机 或是浪费 虽然这运动 应该只维持了10个月 不过革命委员会 在1971年 又迫害了 10万7千名反革命分子 另外 还有24万人 被控以经济犯罪 直到林彪死亡 1971年9月的时候 个案已经累积到 73万6千宗 相当惊人 虽然有些疑犯 最后洗脱了嫌疑 但是这依然表示 在省里的每个村庄中 大约每50个人 就有一个人 在这场运动中受害 跟516阴谋一样 很多被控的罪名 都是凭空捏造的 其中一个好例子是 杨子江评论 这份期刊创立于1967年 创刊者是一些造反派 都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还有一些人 以年轻时的毛泽东为典范 他们渴望重返大约禁时期 在文革的高峰时期 还曾在武汉近郊 推行严格的共产主义实验 他们废止了所有生产小队 确保所有和生产有关的事情 都是由人民公社里的上级单位操控 所有私有牲口都要上缴 也再度恢复了大约禁之后 废除的人民公社食堂 私有房屋都拆掉了 农民都被迫住进集体宿舍里 这个实验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地方上的军队也很快就出面制止 毛主席在1968年7月 下令停止派系斗争 受到杨子江评论 牵连的一干造反派 也在当时命运底定 几周之内 武汉的省级革委会 宣布这份刊物反动至极 有几名成员立刻遭到逮捕 不过北京在一年之后 1969年9月宣布 杨子江评论 是一小撮内奸 间谍和反革命在背后 操纵的大杂烩 接着才加大了迫害的力度 原本的小组成员 只有十几人 但是现在全省 却有几千人受到追捕 到了1971年 在严打反革命的运动中 至少揪出了15000名 杨子江评论的支持者 大部分人 甚至连这个刊物的名字 都没有听过 不过大部分的受害人 其实和文革里的派系政治 都没有关系 在湖北 大约有89000名 阶级背景欠加者 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 这只是1971年的统计 和其他地方一样 受运动波及的 总是这群人 只要说 他们曾经表示 对党有所不满 也不管真伪 就足以使这些 被社会遗弃的人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他们之中 有些人被指控在 毛泽东的海报上 戳了一个洞 有些人则是 写了反动标语 还有人因为听了 外国电台的广播 而被逮捕 甚至有几百个 子虚乌有的 通敌地下组织 被人识破 另外 还有一些心怀不满的人 与香港或澳门的亲戚联络 或是曾经写信给 真理报 克里姆林宫的 对外窗口 其实 只有很少数的罪犯被枪决 大部分人 都被分派到学习班 接受再教育 并且受到宣传队的严密监视 至于坚不悔改的人则 送去劳改营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有些人 愿意与权力对抗 曾经有一名男子 被送到学习班 在教育时说 你办三年 我顽固三年 你办六年 我顽固六年 并非所有的人 都这么有任性 不论是因为无尽的骚扰 无情的审问 或是当局 所捏造出来的无几指控 总有一些受害者 会觉得生无可恋 单只在运动的头六周 全湖北省 就有超过600人自杀 湖北或许是个特例 但其实甘肃的人数 也差不多 在运动的前三个月 有超过22万5千人被批斗 相当于总人口的1.5% 到了1970年底 总人数不断增加 直到32万人 也就是每50人中 就有一人 有些城镇 还发起有组织的搜捕行动 一次出动 就会抓走几百人 平良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曾经在一天内 就清查了393人 就像在湖北一样 甘肃的自杀率非常高 关于自杀的报案系统 非常混乱 而且地方部门 也经常把时间淡化 所以我们得不到完整的数字 但是直到1970年10月 自杀人数已经超过2400人了 光是在金川这个县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就有45人自杀了 和其他地方一样 也一直不断地有反革命组织 被揭发出来 城县查出了16名民主党成员 和正县则有9个救国党的 主要发起人被捕 当局夸口说 在1970年5月之前 已经识破了超过2000个反革命组织 帮派和阴谋 到了这个阶段 连省级的革命委员会领导 都不得不出声了 他们提出劝告 在指控这些组织时要谨慎 因为有些真的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不过 所有地方都一样 地方上的领导 都热衷于彼此较劲 揭发出更多的案子 已是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 在位于救思路线上的五威 这是个内蒙边界的城市 因为抓了太多医生 连主要医院都快要面临关闭了 有五位药学专家被控反革命 其中一人是因为喜欢自由而被定罪 另一人的罪名是在1963年 收听过一家外国电台广播 第三个人则在1966年 被人偷听到再唱反动歌曲 连小孩都受到批斗和游街 因为他们在墙上涂鸦口号 要达成政绩的压力太大 就算下了判决 也可能在三周之内 又被推翻不下十数次 官员动辄就把人关押 上镣铐或是动刑 用这些手段帮他们取得结果 达到定额 对于乡下地方那些在土地上集体劳动的人来说 学大寨运动曾经承诺 他们会变得风盈和富足 这场运动打击贪污 投机和浪费 这是革命委员会 用来实现这个远景的工具 三反是针对全国上下数以百万计的一般人民 针对他们曾经在文革期间 利用混乱的局势 谋取私利的行为 包括扩大自留地的贫穷村民 以及去黑市买了点菜的平民百姓 这个运动要完全摧毁那些 被指控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70年2月至1971年10月间 被湖北省当局骚扰的受害者 共有73万6千人 上述那些人就占了其中的44万7千人 在甘肃 头三个月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的 22万5千名移贩中 他们占了16万9千人 在乌山县一个超过4千人的镇里 每四个人里 就有一个人被当局怀疑 参与黑市活动 不论是在固定的地方摆摊 或是沿街叫卖的小贩 当然 抓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不可能的 不过严打几个明显的目标杀鸡儆猴 就足以让当地民众屈服了 严打的目标仍然是那些出身阶级背景不佳的人 他们不是被指为反革命 就是被打成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幕后黑手 在乌山县 有许多人涉及黑市交易 当局特别对准50个地主 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 这并不是特例 据当局统计 全甘肃可以精确地统计出122223个阶级 成分不好的人 他们许多人都在破坏集体经济 省惠兰州的官方媒体 历生指责他们颠覆社会主义道路 在一些地方 一小撮还未经重新改造的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和右派 疯狂地反对和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 农村里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经济挂帅的反革命歪风 还在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在其他省分 也一样有号召肃清坏分子的呼吁 云南省当局指责那些 只为了一己之力 隐身在贪污 挪用公款 投机 待乎农作等罪行幕后的所有牛鬼蛇神 社会边缘分子 会因为违反计划经济而遭受处罚 即使罪行非常轻微 不过 官员也会因为奉行资本主义路线而被隔除 在甘肃省的河政 广河两县 这样的人占所有政府职员的十分之一 其他省分也有类似的肃清行动 河北省有四万五千名干部 因为受到怀疑而接受全面调查 在管理贸易和商业行为的官僚中 这占了六分之一 有数千人遭到逮捕 革职或是降级 1969年4月的九大之后 随即发生肃清行动 这次肃清到底牵连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光是搜捕五一六分子 已经波及了350万人之多 不过 最凶险的运动显然是一打三反 因为他要打击的目标太含糊不清 所以任何一个革委会都可以用它来排除一击 如果湖北和甘肃的数字可以代表全国 那么表示 每50人之中就有一人曾经受过批斗 换算起来 就是八亿多人的总人口中 有1600万人受过批斗 并非所有被正式调查的个案都会被指为反革命 有很多案子 只有一部分人被定罪 其中又只有极少数人被枪决 1949年解放后 经历了多次腥风血雨 也执行了数以十万计的死刑 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之间 国家处决的人数 介于150万至200万人之间 虽然死刑名额的上限定在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但是南方有很多地方 是这个数额的两倍 然而 经过20年之后 革命委员会判决死刑时 的确比较有节制 大约只有数万宗 在甘肃 1970年4月之前 被枪决的人数大概只略多于200人 还不到被定罪人数的1% 大部分嫌疑犯是自杀的 自杀的人数是被处刑者的7倍 这些肃清运动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清除政权的敌人 不论是真实存在的敌人 或是假想敌 而是要尽可能地恐吓最多的人 最终的目标 是要让人民被驯服得不知反抗 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被安上一个罪名 是要让人民被驯服得不知反抗 是要尽可能地独立的 是要尽可能地独立的